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可能注意到 现在我们对岸 在咱们台湾省正在发生一个事 就是国民党要选它的主席了 目前有好几个候选人 目前比较领先的是朱立伦先生 还有现在的党主席叫江启成 很年轻的小伙子 还有那个叫孙文学校的校长 叫张亚忠老师 张老师是一贯是比较知识统一的 马英九先生现在也挺关心这个东西 因为他原来是国民党领袖 所以大家对他态度还是挺重视的 然后马英九先生希望在九二共识基础之上 让两岸关系恢复到比较稳定的情况 最近很有意思 现在两个比较领先的选举人 朱立伦和江启成都有点 开始用这个九二共识 他们有一段时间 把那个九二共识 就是弃之如碧驴 这个就不要的 最近又回来了 但是都有一些他们自己的东西放在里面 然后像朱立伦就强调台湾的主流并不是台独 国民党并没有偏向绿营 然后强调两岸要求同尊义 以前是求同存义 他们说不够要求同尊义 尊义就是对那个差异要更容忍一些 比较引论中国是江启成提了一个叫宪法九二 他们那个叫中华民国 他的那个宪法 中华民国宪法基础至上 这个成论九二共识 其实宪法九二 而且中华民国宪法 其实我们这边不太接受的 它是什么意思呢 九二共识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但是台湾加了一个双方各自解释 江启成这个宪法九二 其实比较偏后面那个双方各自解释 为什么现在国民党这两个主席候选人 开始用九二共识这个词 我觉得是两个原因 一个还是两岸关系紧张了 包括对岸的金一层都感觉到 发生武力冲突的可能性上来了 原来都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小很遥远 现在发现这个可能性挺大的 一旦发生武力冲突 他知道对台湾是灾难性的 大陆必胜无疑 这是一个背景 两岸关系紧张了 武统的压力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必须 国民党要抓住 九二共识其实对台湾这个稻草 这个救命稻草 因为我们大陆不是表态过 哪个政党哪个政治人物 承认九二共识我们都可以谈 所以他开始出于救命的考虑 他开始抓九二共识这个旗帜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其实就台湾的民意来讲 绿营现在是占上风的 是吧 2016年蔡英文执政以前 其实在台岛内部 应该是绿营蓝营一半一半 现在基本上是绿营三分之二 蓝营三分之一了 基本上这个基本盘变了 这个时候国民党也在反思 所以如果他在两个问题上 拿不出跟一个民进党有明显区隔的政策 那等于他选举是没戏的 对不对 这个他必须搞出一点特点来 所以这是最近这一次 这个国民党主席选举的一个特点 就是两个领先的候选人 都开始打九二共识这个牌 那么对于他们打这个牌呢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 也一定程度上可以肯定 同时呢我们也得提要求 因为很明显 他们讲的这个九二共识 跟我们要求的九二共识是有差异的 对吧 我们最多是求同尊义 他说要我们求同尊义 就是对他的那个 这个台独或者独台 要表现更大的容忍 这个是要求是过分的 另外像这个 这个江启臣讲的这个宪法九二 他更强调中华民国宪法 这个还是强调 他理解的中国 跟我们大陆要求的中国 是不一样的 对吧 所以很明显就是 一方面 他从选举的需要出发 从两岸关系新限制出发 他要搞出一个东西 跟民进党不一样 这样国民党才有生存的空间 但另一个方面呢 我看他这个还是跟大陆啊 这个立场差距非常的大 所以是这样的啊 就是他们现在这个两个主张呢 对国民党争取在台湾岛内的生存空间 有一点帮助的 但是对两岸关系有多大的重用 现在我们不好说 因为我的直觉就是 他们的这个对九二公司的态度 跟我们这里要求有很大的距离 这个 而且呢 必须看到另外一个情况 由于这个蔡英文执政 现在是进入第二个任期了嘛 蔡英文第一个任期 我们大陆还是比较宽容的啊 对他是观察 对他是期许 结果大陆很失望 整个那个蔡英文执政了四年 九二公司问题上 一点那个松动余地都没有嘛 那么第二任期 就从去年开始的 第二任期到现在一年半了 这个态度继续降华 这整个两岸关系处在一个冰冻状态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呢 这个大陆民意是有明显的变化的 对吧 大陆网络上啊 这个武统的声音绝对现在占了上风 也就是说大陆的民意啊 现在跟2016年就是马英九时期啊 是不一样的 因为马英九那个时期 他是坚决承认那个九二共十的 对吧 然后两岸之间信任还不错 这个以至于大家都知道 我们习主席后来不是在那个新加坡 见了马英九嘛 所以当时就是两岸之间的信任跟今天是是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呢 那个 在马英九时期不战不同不无啊 我们可以接受 到现在就是回到马英九那个政策 我估计大陆民众也不敢了 因为就是对对岸现在非常的失望 这是很重要 因为台湾现在有一个毛病啊 就是瞧不起大陆民众 觉得只有我的民意重要 大陆民意不重要 这个是很傲慢的 你这个2300万人的民意 跟我们这14.1亿民怎么能比啊 大陆民意那才是决定性的呢 所以必须注意这个新变量啊 大陆民意变了 因此呢 这个就是国民党回到马英九的三步 我估计是不够的 这个何况呢 你仔细分析朱立伦江启臣的讲话 他跟马英九相比 他对九二共识的理解是有点往回收的 往那个独台方向收的 他这边就更不不能接受了 所以我的直觉是这样的啊 就是不管是谁当了国民党主席 他必须啊在九二共识问题上 表输出诚意 至少要回到马英九的立场 原原本不回到马英九的立场 然后另外就是 国民党以后还得要做出很多新的动作 然后取得大陆民众的理解 这个时候呢 回到这个马英九时代的三步还是有点条件的 如果他是用那个抽象的九二共识 是吧 来迷惑这个这个大陆啊 那么大陆的民众肯定是不能接受的 就是所以呢 那意味着什么呢 就想回到那个马英九时代也是不可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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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